還可以再看一下那個上學期我們有提到一個練習題 就是有關list的部分 所以待會呢也許各位看一下 三支三部分 那裡面的話呢 一樣就是說呢 我們會有個練習就是輸入成績好了 輸入成績上學期這個還記得吧 可是這個東西是在 Python裡面輸入的 輸入幾個成績最後一個是-1 然後呢他會告訴你總共有幾個 學生的成績 總分是多少他幫你全部加在一起 平均的話呢 就是幫你把幾個成績除以幾個人 算到小數點的 第二位 OK 類似像這樣 證照考試也類似像這樣 就是反正要一個結果 你就把 他要的樣子做出來 那裡面的話大概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複習一下 上學期的程式 那一樣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那個 專案裡面 建一個python專案 按右鍵 sauce 按右鍵 new一個module 那module名稱也許叫輸入 我發現他用中文也OK 所以你把這個 建一個新的module叫輸入成績 然後 那個 原始碼 雲端上有 我們來看一下 這地方 複習一下 執行 第1個學生的成績 85分 糟糕 應該輸入到這裡 85分 Enter 第2個成績 75分 第3個成績 96分 Enter 最後一個-1好了 Enter一下 3個 總分 平均到小數點的 第 第2位 裡面最關鍵的就是 這些東西 成績放哪裡 基本上 我們最後這些東西 都放在一個叫list的東西 所以其實 Python裡面最重要的 資料型態最常用到 就是所謂的list 這個list特別注意 list如果你不熟的話 以後Python真的很難做事 尤其要跟資料庫串在一起的話 list不會 還有抓網路資料也是這樣 第一個 我們要先給一個空的list 這空的list有點像是 Excel裡面一欄 空的一欄 不過Excel的好處是 它本來就有了 那這個東西是你要建的 Just Go 一個list Total是總分 Ins Go 這個Ins Go是什麼 這邊的話是把 輸入的成績 Input的成績 把它放到這個Ins Go裡面 再來的話 畫有跑一個 回圈 當什麼情況下 會跳離回圈 進入回圈 當這個Ins Go裡面 不等於 不等於 負一的情況下 就幫我進到回圈 繼續輸入 那如果等於負一的話 那就等於break 跳離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它會跳出什麼 請輸入成績 那因為是自串 轉成Int 接到這個成績 要怎麼把資料放進去 特別注意 它這邊有一個Append 如果你要把資料 放到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記得用 Append 第一個 就是什麼 串到後面 串什麼東西呢 串它輸入的東西 所以它輸入完之後 幫我把它Append進去 這樣它就串一個 串兩個 串三個 直到是-1為止 那最後的話 共有幾個學生 那這邊有格式啦 這個 百分比第一的話 指的是整數 整數幾位學生 那LEN 指的是 這個串列裡面有幾個東西 因為我輸入 123 那你為什麼要-1呢 因為我們-1的話 一樣會被Append進去 有沒有 -1嘛 所以這邊的話 會有幾個呢 其實就以seal一欄 123 總共有四個東西 最後這個東西要什麼 去掉 所以-1 然後呢 再把裡面的東西呢 做什麼呢 做加總 怎麼加 最簡單的方法是用累加 加等於就是累加 幫我把裡面 i是它的編號 這個編號是0 1 2 3 幫我把123 4不要 把這三個相加 所以呢 In range 0 0指的是這個 到總長度-1 一樣嘛 這個不要 123 三個幫我怎麼樣 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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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有total 總分就出來了 那平均的話 一樣什麼 把它-1之後 再把它平均 分別塞到這裡的一面 然後呢 把它做格式化 格式化 person 就是格式化 成整數 所以 總分是 低的話是整數 0.2f 是小數點的第2位 所以他會把這個值 放到這邊 小數點第2位 這個值 放在這邊 那最後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就是 本班 總成績 256分 那又有個空格啦 所以這邊有個空格 平均到小數點的第2位 就是person 0.2f OK 那這個是上學期講過的東西 我大概重點複習一下 那怎麼樣再把它轉換成那個什麼 那個 我們要的 其實 其實你就不用-1了啦 所以我想如果要轉成 Jungle的版本的話 底下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什麼 學生假設三個人好了 不過這一題 比較麻煩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做出 不定人數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 1 2 3 3格 那如果你要4格 你預先設計 你要4格 5格就5格 但你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法 假如人數不定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 就是要輸入幾個就輸入幾個啦 不過後來想到一個方法 就乾脆用賄賂的方法就好了 從外部把資料 讀進來 但這個就OK 所以Jungle的版本我需求是 也許第一個 先建一個scopeform 然後有三個學生 A B C 輸入輸入輸入 送出之後的話呢 幫我把結果怎麼樣 傳過來 那你可以發現 這邊我是用什麼 用get 上面這邊 A等於幾分 B等於幾分 然後接到之後的話呢 可以幫我把這三個東西顯示出來 應該不難啦 所以也許請各位回去試做看看 那標準化步驟 一 建立樣板 Templates 還記得吧 其實就是 這個 都一樣的東西 所以慢慢習慣 可以把那個 之前的樣板 拿來複製貼上 你慢慢習慣 哪些東西 像什麼呢 Action Mensor 這個都有 Input Type 有沒有 Name 這些都有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View 再來UI 結果就完成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先 講到這一題 後面還會什麼 如果我今天 不只一個學生的成績 而且不是三個 很多個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 用成一個 檔案 我乾脆直接 讀進來就好了 我不管幾個 反正你輸入幾個 我就全部幫你讀進來 那這裡的話 怎麼去讀檔 但是讀檔怎麼在網頁上面也可以做得到 就Jungle裡面怎麼樣 讀檔 這個我想我們 Jungle版本 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預先自己先試試看 我把它放在這邊 也可以讀進來 沒有問題 資料庫的部分也沒有問題 所以 大家同學很關心的資料庫部分 其實後面 就會 講到了 所以請各位回去 也許可以 預先 預習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再來 就討論那個 看要不要從哪 哪一週 就大概兩週 補個兩週的下午 應該就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 看哪兩週 OK OK 谢谢观看